我們來到 EPB 第 25 條 這條題目是這樣說的 它給了兩條線的 Equation L1 和 L2 給了你 接著呢 它就組了一個 Parallelogram P Q R S Area 又給你 接著去到 Part A 它就叫你計算 一計 R 和 S 的 coordinates 這裏我都是這樣說給大家聽 第一步呢 首先計算了 P 和 Q 的 coordinates P 和 Q 其實是 X Intercept 的位置 接著應該會計算 P 叫做 20 Q 叫做 60 接著我們有這個 Parallelogram 底 就是 4 所以它的高度就是 6 即是 R 的 y coordinate 是 6, S 的 y coordinate 都是 6 如果要找回 x coordinate,你便把 6 代回 L1 或者把 6 代回 L2 那兩條 equation 上 你便可以計算 x coordinate 所以你應該可以很輕易去計算 這一個是 9,這一個是 5 這一個是 Part A 接著去到 B1 B1 正在做什麼呢? 它現在說了一個 circle 是 pass through rs 然後它的 center 在 L1 上面 這裏我都畫一畫給大家看 其實是一個什麼情況 你首先把 L1 這條線延長 因為其實是線來的,你喜歡怎樣延長都可以 然後我們就真的畫一個 circle 出來 這個 circle 大概會是這樣的狀態 可以 pass through r 和 x 的 接著它的 center 就在這條線上面 就是一個這樣的情況 其實我們找 circle equation 呢 這個情況就是有一條 equation of diameter 這條就是 equation of diameter 我們有了這條線之後 其實只要拉多一條 perpendicular by center 就可以組織 simultaneous 找回 center 這個是經常做的 2 point 大家就要記住了 是要找 perpendicular by center 即是說我這樣連回去 這樣連回去 這條就是所謂的 perpendicular by center 那這次很簡單的 因為其實你的 program 都不用按 因為這次其實這條不是一條直線 因為 rs 是橫線 那就是說這條 perpendicular by center 就會是 5 和 9 的中間點 即是 x 等於 7 而這條 L1 的 equation 本身就有 就是這一條 那你將 x 等於 7 和這一條做個 simultaneous 那你就會找到 center 那 center 就是把這兩個做個 simultaneous 那你應該就很快應該找到 center 就會是 70 了 那至於 radius 怎麼搞啊 radius 你就有 center 之後 就這樣對回來 這個這樣對回來 用這個 5 6 和 70 砌 radius 那就可以砌到 然後最後你就可以 應該會砌到這個 distance 是開方 20 的 那所以這個 circle 的 equation 呢 其實都不難 不難聽回 你有 center 有 radius 就寫一個 standard form 出來 就會是 x 等於 7 2 次 加 y 等於 12 次 就等於 20 了 這個就是 B 1 啦 然後去到 B 2 啦 他就問你是不是 pass through 54 啊 那這樣 那其實很簡單的 你把 54 代回到這裡 看看會不會等於 20 啦 或者如果有些同學 是 expand 了做 general form 也沒有問題的 你就放回到左邊 看看右邊 即是會不會等於右邊那個 0 啦 那如果是等於的話 就是 pass through 啦 如果不等於的話 就是不 pass through 啦 那現在你應該會 在 B 2 這個部分 那你就將它 put 下去 put 這個 54 啦 然後你會發覺呢 左邊的 side 呢 就剛剛好是 20 啦 就等於右邊的 side 就等於右邊的 side 那所以呢 就是 yes 啦 整條走會這樣做 就把我看來的 其實是用來的 就像一個人這樣做的 這一個人這樣做的